各位同学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我讲一个新的课程 文化软实力与估计谈判 假如没有地体的话 那不开始想 中国的经济将怎么样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间的变迁 我是79年第一批到美国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封建议的一套 这个计划经济的一套 我心里很不好受 那时候大家都说 格林医院大学在Broadway 跟这个112届交界的地方 我住在112届 我真的是睡不着 马路上来回都选择 对我来讲是 思想上的膨胀太多 太突然 所以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像我们清华北大 交大这些病的人 这个顺求努力 用功一点 老实想不在话下 现在比较困难的 我感到管理的混乱 第二就是文明方面 还物质分分 我跟吴京勋老师也谈过 我就决定了想改专业 我不学理工了 开始学的经济管理这方面 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啊 做不了几件大事 关键的几点也没有几个 我觉得对我来讲 一生原来是学理论 学目的的 是吧 数学的 现在去搞这个管理的 搞经济的 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 转折点 是一个拐点 我的书房里面放了两个大的地图 一张是世界地图 还一张是中国地图 那么为什么我在家里 要放两个这个地图呢 因为学习期的方便 中国这么大 世界那么大 位置在哪儿 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便于我学习 第二个 现在世界经济 都是全球化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现在这个我们习近平同志提出来 这个要发展这个四处之路 那么现在有两条四处之路 一条是落地的 还一条是海洋的四处之路 那么你有了这个地图呢 就理解上 以及你这个事业 使得你保持比较高的一个层次 所以使得你思考问题 在理解问题上 容易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去考虑 我举几个例子 比方我们这是上海 到世界哪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样的旅行是最累的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差 你今天这各地区都有时差 比方说我现在是十点在上海 在美国的纽约呢 可能是十一点半夜 第二个困难的地方呢就是什么 气候 这个一个是冬季 一个是夏季 身体的身影这个冷热 身体上也是有困难 第三个高度 因为有的地方是海平面 甚至你想河南是海平面以下的 有的很高 你比方说波利维亚 它就四千米高度 这个高度一高了以后 这个氧气就少了 这估计外交界都有这么多书法 波利维亚是外交官的坟墓 所以我到波利维亚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给我吃一种树叶 一种意志 这种意志呢 发在嘴里面觉得的话呢 人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氧气啊 比较丰富一点 但是这种意志 拿到别种国家去 就可能是毒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 你比方非洲许多国家 非洲的就是非洲 这是拉丁美洲 这些国家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 因为它殖民地时期 法国巴里主要是非洲 非洲的好多首都 都直接跟巴里有直接的航班 但是非洲的比方马里 跟边上的肯尼一样 它就没有直达着飞机 所以呢 你到非洲去访问的话 你比方说你在这儿 你要访问到边上去 那你飞得先要到巴里 然后再到这儿 再这么进进出出 这个在时间上 非常感到很累 这是一个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太平洋有马少群岛 这个马少群岛呢 它是一个 已经不活动的一个火山 那么它里面是水 外面也是水 边上呢就是一个 一个款 这个款最窄的地方 这是27米 最直线距离长的 2800米 大家都知道 波音737 这飞机算小了吧 波音737的跑道 一般都3300 交通就很不方便 但是马少群岛 它有一个天然的这个岛下面 有一个海军基地 很大的一个基地 这个很安全 所以马少呢还是有必须要的 因此呢我生平 我坐的飞机还是比较多的 经常坐飞机 我这个护照是空中交接的 不是回过来去的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时间没有 牵着需要时间的 那么我到一次到马少群岛 那么我就坐飞机去起飞 快要降落的时候呢 它才Landing了 Landing的由呢 这个要滑一段一点 因为这个驾驶员呢 不是美国 只是美国驾驶员 所以它在基本上开出去了以后 它马上又起飞了 这个美国的驾驶员技术比较好 所以呢我这个生平呢 就是Landing, Taxing, and taking off again 这个也是一个生平 假如说我坐的这个专机的驾驶员 是波兰总统专制的一个驾驶员的话 那我就学了 这个另外呢 这个马少群岛呢 它只有五万人 地方还蛮大的五万人 它物质很丰富我觉得 它有树上的菠萝 地上的菠萝 香蕉、芭蕉 特别是我觉得有一个面包裹 这个它把它自己包 往那个火锅里一烤 这一拿出来 你打开来 至少这个smear is very good 这个东西 口感就稍微粗一点 这因为物质很丰富 这个人口也少 所以呢 它们呢 生活比较熏闲 这个我知道它这个驾驶比较慢了 我在举行Fairware Party 就是告别医生的时候 我约了外交部长是七点半 就是八点多一点 这个外交部长才到 这个总统呢 九点到 而且跑过来说 Dr. John, I'm sorry to be a little late 第二天才跟我讲呢 我说 why 你不高兴 他的财政部部长昨天晚上睡在汽车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给他夫人修掉了 世界上有210几个国家 这个母系社会啊 比较完整地去保留就这个 在那个社会里面就是 一切都挺女的 她没有法力 要结婚 你坐过来结婚 要你走就把你修掉 这不需要讨论 不需要法院 什么孩子的分配问题啊 钱财的问题 都是会贵女方的 她这个岛上是五万多人 五万多人跟外界是隔离的 隔离的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尽情繁殖这个毛不要出来 因此呢 他们呢有个传统 富裕啊 到了傍晚 她都在在这个村头的边上 就是她欢迎外面来的这个男子汉 就留在这个过夜 这样她会保持她这个 遗传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下面呢就开始讲我的这个 真正实质发生的一个故事 那就是上海地铁建设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 这个上海改革开放的初期 是没有钱 很发展不了 这个上海那个时候 经济很困难 这个要搞地铁啊 在六十年代就开始这样搞了 上海的地铁这个地下机构是 是软的 软土壤 这个软的东西 在地下这个作业啊 是很不方便的 那么那时呢 找了好多专家 也做了许多试验 但是呢 后来呢 有许多原因 反右 经济困难 以及这个文化大革命 就等等等等 因此好多老百姓呢 都非常 失望 因为这个地铁没有的话 这交通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真的是呢 有一个故事 叫江市长 一个无解的数学题 就没解的一个数学题 那什么呢 就是他做了一个模型 在一部公共汽车里做了一个模型 那么随便你怎么放 放出来的批发起来 正能做六十个人 但实际上 正能走上去的 撑上去的人啊 就六十多了 正能解不出来 那这样的大大影响了 这个城市人民的一个生活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呢 就是说 没有钱 因为当初小平同时决定 先发展这个深圳 来取得经验 因此呢 就没有投资 在上海更多关注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上海呢 原来有一个这个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是上海最高的大楼 也是在那年代是东南地区第一高楼 但是人家已经造起了好几个高楼大厦 几十成的 上海最高的还是国际饭店 所以人家讲 钱一个字 就难到了许多英雄行 你没办法 那么时间记忆呢 好像要来了 就跟我们一些老同志 还有一些学者 都积极地研究 想出了个办法 就是 因为当初上海交的税 比较高 大概百分之十千 上海自己没钱了 因此呢 上海就向中央政府提出 我保证借你一定的钱 一定的额度 我按时还给中央政府 是吧 而且呢 限额是三十二亿 经过了我们上海市的同志的努力 最后呢是成功了 就是九十专项 这是上海城市建设中间 最主要的一个项目 我们要找地铁了 对中国来讲 显然 开放了 但是你没钱 我要用人家的钱 因为呢 大家过去社会上的钱 使得我这一文化发展起来 启动起来 这对中国来讲肯定是个好处 对外国人来讲也是个好的 外国人那时候经济情况比较好 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马克思讲过手上握了许多钱的话 它要流动 不流动的话手里面要出汗了 那就是说金融呢一定要流动 所以呢外国人手里有好多钱 这是这个 它希望 堪称了中国这批市场 开放到一个巨大的生命 一个市场要 第二呢 它就是说上海是一个影响的城市 假如上海造了地铁 那其他的城市呢 比较容易fall up 因为它影响比较大 所以呢 许多国家呢都看上了上海 先占领上海 再慢慢地占领其他城市 对吧 多少公寓 多少县 然后呢 合作起来 把合作起 再占领整个的东张牙 在China Daily上面 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一篇文章 上海要搞地铁了 这个消息传出去啊 真是不得了 传出去以后呢 大概有七十几个公司 要来要来投标 许多国家领导人物 一开始配合这些行动 法国是最积极的 法国的他来了 大概是四次 四部长到中国来 来来做工作 北京上海做工作 法国的总统 麟特朗 在中议会开会的时候 就提出 这边基督经理 商人们也出了好多主意 了解了许多情况 就是上海这个项目是什么重要 这个时候正好英国的女王 也到这个上海来 他也跟江泽民同志谈 介绍英国的技术怎么好 这边水平高 希望英国的商人能够 来来担任这个项目 江泽民同志 那是上海市的市长 他就到英国去访问 这站是在唐银街10号 跟撒切夫人 撒切夫人是一个非常能爱的一个女人 那么他撒切夫人也跟江主席谈 希望英国来做这个项目 那么这呢 科尔专利 跟他的财长外长一块商量 预算的时候怎么样要炸这个项目 这个冲锋说明这个项目的影响之大 上海规划建设 近16条铁路 只有600多公里 现在远远超过圆人的计划 造地地的城市不得了 有的二级城市 三级城市都在造 这呢 是江泽民同志 在黄决同志陪冲下 穿过这个考察这个现场 这位呢 是朱银街 上海这个地区很特殊 他开始一个领导 直接领导 是江泽民同志 后面的朱银街来了以后 是朱银街在管 而且朱银街到这个项目去顺利 他还在管 因为他有感情呢